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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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是我金家仁 金家仁港人 and 港市 今早就讲了一件事给大家听 就是深圳的楼市状况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人 今天我讲这个人 其实很多人叫我讲他 很多人留言问我什么时候讲 其实我出片的今天也有网友留言 其实网台讲这个人的人是少之有少 暂时就只有Gordon Poon和混水 其实混水未讲之前 我已经听了Gordon讲的 但你要明白 在这个网台界 我的角色都比较尴尬 不知为什么 无论我讲什么多持平或公义 总是有人觉得我玩真对 很悲哀的 可能我的声音不好 说话模式又坏 人们就觉得我讲话尖酸刻薄 所以我一出片讲人的时候 就会被人吵架 然后很搞笑的 很多人就说 喂 金家仁 你说话不够持平 大哥 我讲人和讲事 讲事你就可以持平 讲我自己的看法 很难持平 例如我讲一个人不好 我当然不喜欢那个人 如果不是的话 我说他干什么 如果我喜欢那个人 我当然说他很好 他现在有些东西值得我欣赏 我才会说他好 怎么持平 我不是机器 大哥 今天这个刘世良 又会有人留言表达我 预论了 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说话的态度就是这么悲哀 而且无论如何 你叫我持平 真的很难 刘世良在我的认知里面 由2019年我才认识他 是真的 很多人都知道刘世良 他进入过港共政权 好像是中央政策 他经常都说 不过老实说 以前最初抗争的时候 我有听开他 后期对他越听越反感 对他做的事 极其讨厌 首先不说2019年的事 先说回他 这次事件的焦点 其实网络世界不是很多人说的 运水其实说得很清楚 如果现在计算我 在香港 我不知道 我只是点到即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涉嫌 不敢说他100%偷 而且偷涉的界线 有点模糊 挺有趣的 其实现在就是葛敦潘 或者很多不同在网上赞文的人 就说一件事 就是他 刘世良 偷了陈翘先生的手指 那只手指里面就是陈翘先生 或者陈翘叔 因为已经过世了 我再说多次 他的著作 就在手指里面 当然陈翘叔 他家里的电脑 我相信也是有备份 但现在就是涉嫌有人 借访陈翘叔 然后拿了他的手指 据资料 我听回来 究竟事实是否这样 不知道 陈翘叔 是给了手指 刘世良 本来就是说 可能就是 里面某部分 某一个照片 那些照片 想着让刘世良用 但是 刘世良现在是疑似 拿了所有的照片 保持了 很厉害 2006 2007年 刘世良拿了这些资料 下载了 就等到 10年后 2017年 刘世良才出版 一本 又不是真的叫书 因为在香港法例来说 你要做了某一些程序 才叫你出版书籍 某些程序不做 这份东西就叫做小冊子 但是这份小冊子 他又拿来卖钱 真的很过分 就当是输 而且在他的网台上宣传 说真的一句 我不是文化界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镜头下的历史 有图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本书 绝对里面那些照片 就是说可能是8934 又或者是抗争画面 以前那些抗争 国内那些抗争 不是说香港 因为陈翘先生 就是一位资深记者 所以他拍了很多照片 版权是属于他的 好了 当年 2006年的时候 香港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也是有法治的 那如果你这样 在未得到陈翘叔 同意之下 在2017年 就出版一本这样的东西 首先我说回 重点在哪里 是刘世良在2017年出版的 这个镜头下的历史 是谋利还是不谋利 我相信这个是重点 是谋利的 他出来是真的赚钱的 而那些钱是自己带的 那好了 现在其实网上 不停说 就是 阿温水 或者很多人 在那个赞文里面 都是留言说 是陈翘叔 带着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真的说得很温情 那 我是没有反应的 我也不是在 这个温不温情 这个porn那里看的 陈翘叔 有没有带着遗憾而死 我不知道 老实说 也不关心 真的 我个人说的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听 重点就是刘世良 这个行为 是否偷野 是否谋利 他是否仆街 老实说 他是否仆街 我早就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金家人 你怎样可以帮到一些苦主 令到那些坏人 承之于法 第一 我不是警察 第二 我不是法庭 第三 我不是权力者 那我没有能力 就把那些赤人 或者坏人 承之于法 除非有朝一 我变成了超人 我有超能力 是不是 我可能一只手拿起坦克 刀枪不入 那我可能就成为了Hero 大家要明白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只不过我看东西的观点角度 和思维诺识 就和普通人不一样 我看到 人渣的一面 偽善的一面 我说出来就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呢 陈翘他带不带着遗憾 我觉得不是重点 重点是刘世良 他做这个行为 是不是偷野 为什么 因为法律上 是没有办法制裁刘世良 是啊 这件事呢 你看下去 其实极其复杂 因为如果你找个律师也好 民事 刑事 陈朝叔 就算年轻二十年 就去告他 都未必能告人 因为他没有出版一本书 他出版的是类似一个小冊子 香港的法例 出版的法例 不是很完善的 只要他出的 不是登记为一本书 他就不叫犯法了 至于 喂 这些照片 刘世良 有没有导用呢 他也是离了法律 因为这件事 就跟南华早报有关系 南华早报都说 我们不知道 要问陈朝叔 而陈朝叔 曾经 他健康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是刚刚2017年出了这本小冊子的时候 找过刘世良夫妇 但刘世良夫妇是回避的 当时陈朝叔年纪已经很大 现在已经过世了 根本在我眼中 就是刘世良算准了时间 甚至乎他知道陈朝叔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不能放置多久 最多只剩下几年命 而且陈朝当时在外国 是吧 刘世良2017年还在香港 他觉得 门得一时得一时 现在钱就先赚了 知道了可能都是之后的事 到时我不理他 我不听 我看不到 我听不到 我完全不理他说什么 我钱照收就可以了 因为我都没犯法 明白吗 卖陈皮柠檬一千元 卖多少钱都没所谓 买那些人笨 卖那个都没犯法 是不是 有些傻乞说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豆腐文 我是说KOL 谁说这一句 那些KOL 一定有报应 我告诉大家 跟我有解K的KOL 他只要说过这句话 我也是这样吵他 明白没有 我没有跟任何 网上的KOL 会因为我跟他关系好 他做错事我不吵 对不起 个个我都吵 天皇老子我父母都没面子 对不起 错就是错 对不起 好了 现在呢 其实刘世良 在这件事里 全世界就是 他不尊重陈教叔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挪用了一些照片 而出版了一本小冊展牟尼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但是 是否刘世良 就是一个 拿别人的东西 或者涉嫌他人的东西 就是 他人生里面只是做错这件事 当然不是 根本我恨刘世良 这个人 我觉得他仆街 就不关这件事 我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说 因为就是这样 有些仆街 他不做了某些事 被人爆大祸 或者坏了 我无端端走过去炒他 是不行的 我又变成无猎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说人 一定是要有时机的 大家要明白 前之见 我都很不喜欢他的 祈祷够世 祈祷够香港 天天搞集会 搞了这么多年的六四晚会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真的 曾经我都很热血沸腾 你猜一下我没有出席过 但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有什么用 谁知道蠟燭 这个世界和香港就会改变 不是吧 这样的蠟燭就很好买 对不对 好了 刘世良也一能阳 你看回他那个 维基 大家去维基百科找一下 维基如何形容他 大家听着 笑爆嘴的 刘世良 1965年11月11日 光棍节出生的 香港资深 跨媒体时事评论员 陈蔭 陈蔭 陈蔭即民主党智囊 其后从事传媒 陈在香港政府属下的中央政策组 全职顾问 他真的做过顾问 中央政策组 我没有说错的 好了 自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 多次为示威者出谋献策 以手拖手坐下 致破水爆车 赢得冷气军师之魅鱼 哇 真正到 冷气军师 这个名字是绝对贬义词 就是指说不做 就出了一些糞便 我很记得 我当日不喜欢他的原因 就是 致破水爆车 我是很欣赏白兵 当然现在的他和以前不一样 八兵当日就吊爆他 吊得很金 就是说 刘世良 叫人坐在水爆车面前 叫的 他自己呢 隔着个盲 看着你坐在水爆车那里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帮人 坐在水爆车面前 那就不敢摸过你 嘩 那如果摸过那怎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坐在面前 先摸你 没问题 我欣赏你 你吃着薯片 喝着可乐 接着呢 就看着直播 接着 你见到人家用你 一条轿 坐在水爆车面前 噢喔 不斷壞 molecularpp 正就超 ceiling 你搞錯? 這些其實當日就是 他初步叫人衝 自己鬆 很多這些冷氣軍師我很討厭 不要問我是否在抗爭現場 大家自己想怎麼會我於不是這麼清楚 喂 劉細良這些人很多 蕭先生也是 每次都是這樣的 抗爭其實不關他們的事 真的 那一次是自發性的2019年 我是很了解的 突然之間就說沒有大台 其實不是沒有大台 只不過就變成一個山寨一樣 這裡一添 那裡一添 其實有一群就是冷氣軍師 或者網上領導 蕭先生之流那些就是 升旗易德的那些就是 喊人家做什麼做什麼 下面的人就沒有想過後果 真的 在群組裡慢慢說 那些人就衝出去 我沒有反對過每個人自己衝擊的行為 我不反對 但是這些卵樣呢 當日就是怎樣呢 無論外面的抗爭議場 多激烈也好 這群人都是在家吃薯片吃花生 那你說不是啊 前志健好像去過現場 做事嘛 有些就出現過5分鐘15分鐘 拍張照打卡走的了 你不要問我有沒有見過 我告訴大家我轉油尖旺的 你說我沒有見過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 他真心去支持抗爭呢 自己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劉細良呢 開直播就厲害 現場是永遠不見到他蹤影 對不對 好了 去到疫情的時候 這個又是另外一件我最討厭他的事 都是他做過的事 大家自己可以找回的 當時大家都知道 很怕病毒的 2020年的時候 口罩荒 我是在香港的 我親身經歷過的 中港的疫情我也經歷過 紅標黃標 這些事情 我黑馬這些事情 疫情的時候我全部都受過了 我 是著重親身經歷的 我不是著重打嘴炮 是不是 那好吧 那他當時 劉細良 響應深層政府 或者世界衛生組織 認為的病毒 是很恐怖的 會殺死人的 那所以呢 他就說 買了那些什麼3D打印機 就 弄了一個 小小粒好像瓶蓋那樣的東西 很小粒 等於你喝檸檬茶那個瓶蓋 扭到那些瓶蓋那裡 那那個棉 就是過濾棉 不是很小的 明白嗎 然後呢 就說 初頭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收錢的 你上來就自己下 喜歡放多少錢就放多少錢 那我們是不會定價的 一些支持我的人 喜歡放多少錢就可以了 不放都沒所謂的 他這樣說的 我是親耳聽著的 白兵也緝默了他這些 這樣的言語 他在直播的時候說的 被人記下了 我是看著他這樣說的 好了 然後有一天他直播發脾氣 好像豆腐紋 有沒有搞錯 有些人上來 拿了我這些 過濾棉 我們3D打印有成本 他放在10元當中 乞丐嗎 哇 哇 你說這樣的話 值多少錢 我屌你老母 有沒有搞錯 你自己說是免費的 你說完又不算數 就和我昨天做的影片 全門刀削面 沒有分別 你說有兩元優惠 好了 你說完又不算數 劉細良就是這種人 真是拆到混蛋 哇 你聽上去 他好像很窮 是不是 你聽上去好像很窮 他最厲害就是叫人課金 我很記得 最厲害就是叫人課金 好了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窮 當然不是這麼窮 他在移民之前 我相信當時大家也聽過這件事 不過 半山雲峰大廈B座高層單位 劉細良以4380萬元賣出 厲害 當時樓價正值高峰 但是 他的價格 很可愛 就算是高峰也好 無端端可以賣貴500萬 你覺得可不可以 他的同類型單位當時成交是3880萬 但劉細良可以用高出500萬賣了他的單位 他獲利多少 厲害 大家聽著 賬面獲利3150萬 他買回來的時候是1,000多萬 他窮嗎 他窮 他起碼拿著4,000萬去移民 好了 這些賣樓的東西屬於私人資產 你們不要這樣說是小糧 你又辣慶小糧 你不對 肯定有人不吵我 反正近期那些火頭多 真的很大劑 我這樣弄下去遲早被人玩死 不要緊 我繼續說 劉細良這麼有潛移 他移民的時候有沒有跟你們說 他有沒有說走 沒有 是不是沒有 他什麼時候走 如果印象中沒有記載 他走的時候應該是2021年尾 我不記得2020年尾還是2021年 總之 我很記得 當時他說 我去了加拿大聖誕 各位觀眾好 好 他跟香港沒有格子 亦有一段關於淺的風波 不過這件事我就不說了 因為未必是他錯了 也未必是那邊適合 總之就是說 根本他去移民 其實沒有跟任何觀眾說過 也沒有跟任何觀眾說過他有危險 他有被人通緝嗎 沒有 是不是 小山也叫他在大陸百度那裡稱他為香港 漢奸第一 我不知道他會找人做的 其實 令到他可以移民去台灣 就合理化 但是劉細良沒有任何人通緝他 也沒有任何人說他是政治犯 是不是 他是一個網台 一個台主而已 時事評論員而已 他為什麼要走 大家想一下 他為什麼要走 他還沒有說過他去了加拿大移民 沒有說過不回來的 真的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當時我看到很多人就問他 阿細良 你是不是趕完聖誕再回香港 阿細良 你什麼時候回香港 阿細良 你什麼時候去探手足 他相信他的人不停在世良前世良後 我看到一些留言 聞者傷心 聽者流淚 為什麼 阿細良當是看不到 完全當不知道 大家就要想一想 究竟他是什麼人 那麼多事件 真的 現在連在一起 你告訴我 他是一個好人 直至到最近 真的 加拿大 毒品注射屋 受到很多爭議 就是很多不同的社區 會搞一些 屋 又或者特別的房 因為我不在加拿大 我不清楚 就是讓導遊進去打毒品 很多華人反對 我呼籲了很多次 亦有很多不同的 本土香港人 外國KOL 都問同一個問題 阿細良 為什麼你不去抗爭 對不對 好了 喊了很多次 他就終於出席 拿著麥克風去喊兩句 後面就沒有了這件事 這件事又完了 還有沒有繼續下去 新聞沒有報道 我不知道 我不在加拿大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 劉細良是什麼人 你不推他 就不做 異見領袖 抗爭領袖 對不對 其實這幫傻子 都是正棍賺錢 你看到他 抗一下抗一下 抗到人家坐牢 他移民 加肥屋用 好了 回帶看回 陳橋攝影集 陳橋那些照片 這件事 根本他就是一個慣犯 如果2017年很多人質疑他 甚至乎他被人告到 真的當眾道歉 或者拿回錢出來 你想想2017年 如果結果是這樣的 陳橋這件事是曝光的 搞到很大的 2019年還有沒有人相信他 他出版的東西 他和哥敦潘也合作過 又是為了這個分帳問題 搞到上法庭 到最後不歡而散 所以哥敦潘呢 是很清楚 劉細良是甚麼人 哥敦潘也很理解 出版的過程 他也知道劉細良是怎樣走法律難 我這家人 不是不懂做壞事 我也懂 人生身邊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但問題是 你是不是要把握這些機會 而這些機會 雖然可以賺到錢 但會泯滅你的良知 會給金錢 你用這些機會去賺錢 你一刻 這種人 劉細良之流 只是看到賺錢 這兩個字 不管 有沒有傷害到別人 有沒有犯法 當然 傷害別人是唯先的 為什麼 因為法律 絕對不健全 也不公義 現在 所以到最後問你自己的良知 劉細良有沒有呢 你們自己去判斷 反正我出了這條片 就一定會有很多人攻擊我 因為我不是混水那麼持平 對不對 無論如何 現在其實 劉細良涉嫌 偷相 偷手指 這件事 我個人認為 證據確鑿 那看看 會不會繼續有人說 他會不會出來解釋 或者 你看看他會不會不解釋 還是會這麼多支持者 是會的 這個世界 覺醒的人 並不多 好了 今天這條片 就和大家聊了這麼多 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 這些 隨便 抓走 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